在今天白天 東北季風的強度逐漸的增強 尤其到了現在晚上的時候 華南雲帶將要影響 我們台灣上空了 要提醒您 事事涼涼的感覺 在明天後天 可就是非常的明顯 穿著方面要特別的注意 但注意三件事情 第一個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要外出被雨拘了 因為天氣形態說 隨著華南雲帶的影響 整個西半部地區 包含了東半部地區 都會有局部性的 短暫爭雨發生 而且失良的感覺 在週三跟週四 這兩天可是非常的明顯 尤其在這星期四的 溫度形態來說明顯的偏良 但是華南雲帶的水氣進來 會使得高山的地區 容易有濃霧的現象出現 所以要提醒您 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特別注意到行車的安全 第三個東北季風的增強 使得近海的風浪 都明顯的增大了 海上作業的朋友 也要特別的小心 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東北風開始減弱 週休假期天氣晴朗 氣溫開始回升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台灣上空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雲層量偏少 但是注意在大陸的長江流域 一直逐漸的由著長江中游 一直到下游開始有雲帶 正在逐漸的東移 而到了今天晚上 隨著華南雲帶的水氣 將要逐漸的接近台灣 降雨的狀況將會增多了 而在明天 隨著北方高壓 再帶下來東北風 夜晚的溫度只有在18度 明顯的是偏涼的狀況 要提醒您 這樣的天氣有兩天的時間 而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高壓勢力東移 溫度才會再上升 來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明顯的有涼意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低溫在19度 但降雨的狀況 整個西半部地區 中部以北都比較偏多 東半部地區 也有些零星的陣雨 外島地區來說 馬祖跟金門夜晚的低溫部分 也在15到16度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的是外出活動 記得要攜帶雨具 還有沿海的陣風偏強 海邊城鎮朋友 騎車小心